畫面中可以看到 灰衣男子頭戴安全帽 面對警方盤查 似乎很不老實 怎麼被攔查的 因為稍早前 他違規紅燈右轉 剛好被警方攔查到 也意外發現他酒駕上路 戴開的現場情形 好那是可以聽到啊 一開始這個騎士還想要騙喔 謊稱自己酒測過了 喊得這麼大聲 就是想蒙混過關 那這事發就在24號的4點多 這名33歲的陳姓男子呢 是騎車行進高雄鳥松區的 一處路口喔 那盤查過程中呢 他的身體還不時的 前後擺動 差點跌倒 原來他喝的 不是他所說的一瓶啤酒而已 這輛呢 是1000cc的啤酒喔 那酒後上路呢 還違規闖紅燈 刺激敗露也只能坦承被依公共危險罪送辦